今天给各位的资料这个讲义 我的名字把它叫做PowerXmine跟SuperCanva 这个Xmine指的是实战的心字图 不是那个国小 那个要用彩色笔涂鸦的那种心字图 是随时可以使用 没有那么多规律的 没有那么多规定的那个心字图 就是能怎么用就怎么用 这个叫实战心字图 然后另外就是第二个就是PowerCanva 就是很有威力的Canva这两个工具 我是怎么利用这两个工具的 那我的目的 我想今天上课应该大部分也都是老师 那所以我的目的是希望老师 就是我们老师时代一直在变 变得很快 那所以我希望让老师能够 自己在学习成长上 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能够这个不要偏离课纲的核心 那课纲的核心呢是 后色型的终身自主学习的心法 我今天会讲 然后呢在那因为你除了自己学之外 在学校最重要是交给学生 那所以你不能只有自己会 那你还要交给学生 那你交给学生的过程中呢 那个说服力跟影响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两个东西 其实现在最厉害的工具就是Canva 就是Canva 那所以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前端的新制图去用在学习 或者你的工作职场 生活上面 这个部分 尤其是在学习的部分 它非常的有效率 然后你学习完了东西之后 你去分析整理 归纳出你的一些心得之后 然后最后呢 我们会用Canva去做教学跟呈现 那这样是这样一套整个下来 会对你的学校的生涯 会非常有帮助 那不管是你或是你的学生 那所以这个是今天的主题内容 那各位也请今天放轻松 我们今天就是跟各位聊聊天 因为今天不是工具操作课 所以跟各位轻松的聊聊天 这样各位可能会比较轻松 而且今天Canva社团里面 下午也有一堂课 所以今天如果已经上第二堂的 老师们 同学们 或者是朋友们 可能就是精神上有点疲累 那各位就可以泡泡茶 泡泡咖啡 吃吃东西都没有关系 我们就聊一下天 好 那这里面呢 我想今天参加的 现在有150多位 的朋友们 那有些人可能不认识我 那我还是稍微讲一下 我的故事很长 因为我本身不是教育界的 那所以讲这个可能三个小时也不够 那所以我很简单二药的稍微讲一下 我不能进入辅导团 那因为我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人 那进入辅导团呢 你就要follow 课纲 那所以我不想被钳制 所以我是不管是县还是中央的团 我都不太考虑了 那但是呢 我想我在科技教育界应该也算蛮有名的 讲话也是铿锵有力的大炮型人物 所以讲难听一点就是大家对我都很头痛 那在我们花莲县的科技教育 在前几年也推到全国非常的知名 那我是那个黑色的指标 就是红到发黑 叫黑色指标 然后在社群上面 不管是SCA或者是科丁 或者是那个扑上课我也有参加 孟恩也有参加过一次还是两次 那反正在社群里面都有一定的一个讲话的地位 那我也不会乱讲话 那前一阵子两年前开始联发科科技教育基金会 联发科技的那个教育基金会 我们有一个专案叫赵克斯的专案 那我目前连续两年在里面担任总导师的部分 就是给基金会一些参考的意见 然后我们有做一些科技老师的培育的部分 那我自己我做的事情是对我的良心负责 那所以在我105年戒掉教育处 那我本来是国小的资讯老师 那105年因为要推那个创课的部的时候 把我戒掉教育处 那戒掉之后呢 我这个人是比较有自己想法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常常跟他们吵架 因为教育理念的关系 那所以我不是喜欢放烟火的 所以那个放烟火的场合我通常不会在 所以我就是做那个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部分 我就会很积极 像今天这个也是对学生非常有帮助 我是怎么想的 因为这些观念如果让各位清楚了 那你再回去可以在学校用在学生身上 那学生就会受贿了 所以欢迎各位散布我的所有的东西 我所有的资料都是息息授权 所以你尽量用拿去用都没有关系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即使你是补习班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重点就是在能够用在孩子身上 不管你怎么用就对他们有帮助就可以 那我最常讲的那一句话 我不是正在学习 就是在往学习的路上 所以学习很重要